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是一株有香味的蝴蝶兰 它的名字是Fallenopsis Mito Golden Mito No. 1 这是一种获奖类型的兰花 它是Fallenopsis和Doretus 两种兰花的杂交品种 这种蝴蝶兰通常它相对小型一些 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杂交 它的叶子看起来也更浅一些 就是有一点点像是原生种的兰花 它的香味理论上应该是很明显的 因为它是因为你去Nursery或者是Garden Center 看它的时候它是被标着的 明码标着的有香味的蝴蝶兰 但是呢,我的这一株呢,香味并不明显 而且呢,它的香味呢,有一点点甜 感觉像是一种人为香料的甜味 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但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的颜色 这种非常明艳的黄色和这个紫色的斑点 它的每一朵花呢,都有小小区别 斑点不同,但是每一朵呢,都很美 这种杂交品种的兰花呢 它的花型呢,相对呢,比大花型的蝴蝶兰呢 略小一些 它的个头呢,也小一些 看起来呢,非常的整齐 紧凑 通常呢,花感比较多 花期也很长 相当的受欢迎 照顾起来呢,也非常容易 明亮的散光 因为它的个头小巧呢 可以比较适合呢,放在比较狭窄的环境 像你的办公桌都可以 它对水分和肥料的需求呢,不高 而且呢,室温就是它最理想的生长温度 非常容易照看 比起小型的蝴蝶兰呢 它更为醒目耀眼 比起那些大型的蝴蝶兰呢 它的站的地方呢,比较小 而且呢,株质整齐美观 所以呢,我认为这种蝴蝶兰呢 更值得推荐 这就是Doretinopsis 我的这一株呢,叫做Doretinopsis Meetle Golden Meetle No.1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